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要去寫生 主要是想要寫生一个 不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东西 我选取的就是我高中在教室里面 阅读到了杨木写的一本小说 杨木就读花莲高中的时候 窗户看出去就可以看到 有一座花莲白灯塔 当时我阅读到这本小说的时候 我看向窗户 可是却看不到那个白灯塔 只看得到一片蓝色的大海 虽然我是活在现在 可是那个现在并不是真的现在 然后我也不是真的活在过去 比较像是那个中间地带 过去和现在的中间地带 我执行这个过程的时间是大概九分钟 可是我在下面的感觉 很像是过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那个脑海里面的画面 其实是一片空白的 就是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那个鱼力再去想象这个白灯塔 也没有找寻到那个白灯塔的长海 而是我好像更意识到自己的身体 在这个在那个海里的飘动 是平时的这种感觉 是平时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